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们经常用到的 也是经常能看得到的 色立体主要是一个明度轴 由白到黑到纯黑这也是 剩下的就是色相 有黄色 红色 紫色 背面的蓝色 这样我们也都一一给它打印出来了 但是我们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有几个部分构成 就是色彩的三要素 色彩的三要素 第一个就是明度 从白到黑 上面是浅色 下面是深色 这有一个明度 色相 就是色彩的相貌 就是黄颜色 红颜色 蓝颜色 紫颜色 还是橙红 都可以 然后再就是明度 什么是明度呢 明度就是应该算横轴 应该这么看的就是明度 这个有这个是灰度 上下是明度 上面就是浅色的 就是明度高 下面的就是明度低 那我们再可以看一下 这个 就是这也是同样的 上面是明度高 下面明度低 但是如果我们要抛开它看 就把这个图给它抛开 看这里边这一块 应该就算是把这个抛开这个心里边 应该就是能明显感觉到上面颜色浅 下面颜色深 但是它两个纯度基本上是相同的 纯度最高的应该从外面算起 就拿这个图来看 外面最这个一点就是纯度最高 逐渐往里纯度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一直低到白色 或者是灰色 一直是灰色 就是可以这样讲 外面最外围的这些点都是纯度最高的 然后加灰 加灰 一直加灰 加到灰 一直加到灰为止 这个每一层像一个塔台一样 这样就看得比较清楚 我们还可以又拿了几个例子来举 比如说黄颜色 这个时候我简单做了一下 你看它这个也是 整个的这个色彩就是 黄颜色也是从高的亮到低的按整个这样一个过程 色彩里要是没有了明度 你这个色彩不能说是不美观 至少是在实用美术当中是不可以的 在实用美术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色彩的轴 就是黑白灰 还有一个就是色调 大家看一下色调 很多同学都不太理解色调是什么 其实色彩色调就是一个色彩的整体的色调 比如说像这幅图就是一个绿色调 这个绿色调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当中就是以绿色为主 整个这个绿色 这个商量节课 我们以后我们还会讲色粒体 色粒体上的漫游 就是色粒体上的划分 然后我们要是取这一个中间地带的话 你看我们有多少呢 10%可能是浅绿或者是黄绿位 然后70%是绿色 还有10%或者是20% 这就是带点蓝紫色 就是这样分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绿色调 这个呢就是紫色调 所以说做的比较粗糙 但是色彩的关系是对的 然后我们也是上面是浅 浅紫 下面是深紫 但我们在这上面取80%或者90%的色调 大家看我画这个区域 是不是就是主要是紫色 然后下面还有点蓝色啊 上面还有点红色 这就是一个紫色调的 什么是明度呢 就是明亮程度 还有一个我们经常知道的一个色调 就是蓝色调 紫色调 还有一个就是基调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基调有的时候会说 有的时候会说的比较少 像整个这个色调就是蓝色调 但是它整个的基调相对说是中性 因为偏暗一点 就是要如果要是一个色阶 上面是白下面是黑 那我这个整个这幅画的 应该是在下面这个部位 下面略大一些 这就是下面整体这个色彩的来取明度轴来说 黑啊白和黑 明度轴来说白的略少一点 黑深黑中间是略多一些 还有这个图就更加黑了 在旁边画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个如果这个是白 一个白度轴 这个是黑 黑度轴 黑白这个明度轴上 可以看到我们的白会更少 但是黑会更多 黑会更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整个这个色彩都是以深色为主啊 都是深色 白色有没有 这有一点点很少 比如说我们的白色的比较少 这个就是基调的低 或者叫什么深色调 或者是他不能纯粹的用黑白来讲 如果用黑白来讲 那我们就去掉色彩 但是我们这个基调还是带着色彩的 还有这个 你看大家明显感觉到这个就显得很亮 这种是什么呢 主要是高明度 那我们在旁边画一下 如果上面是白 全都是用这个黑白轴来确定 我们这个图应该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整个一个这个形状 大家能感觉到 上面白色的占的比重大一些 下面黑色比重小一些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都是黑色 那白色的呢 说的是浅色的呢 就很大了 比如说上面这一块是浅色 中间浅色 这也是浅色 相对于中间这一块 那就是中间色 所以说大部分 还是都是浅色调 所以说这个就叫明调 明度调 那我们定调还有一些风格 比如说是服装 复古风 那就是传统的 民俗的这种色调 如果换成那个时尚的 现代的 那就是时尚版的 这一个基调 还有这个室内的装修 建筑物的造型 都可以以一种基调来定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 这个整个你要拍一部电影 要拍什么样的这种调子 也是先定出来一个调子 然后所有的 所有的题材和所有的素材 都围绕这个基调进行去创作 还有我们做设计当中的 什么田园风格呀 中式风格呀 还有低中海风格 其实这都是一样的 都要先定一个调子 然后再围绕着这个调子来走 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大家理解没有 这个也是我们在马克笔画的时候 也可以 由一个绿色渐变到红色的 这么一个渐变过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在选择马克笔的时候 可以选择 蓝 绿 或者是墨绿 然后浅绿 一直到更浅的绿 这样的选择色调 至少要选择 五至八支 这样一个色彩 比如说我们没有说色彩用哪一个笔号 但是用的笔号的时候 因为每个牌子不一样 笔的号码也不一样 它仅仅是代表一个数字 代表本公司 或者是整个这一套笔的一个标号 就像标签一样 它并不代表什么色号 剩下的色彩 你要讲是 红色 你至少要五到八支 这么一个色彩 这才是一个同色系 就像我们刚刚看的这个色立体一样 我们要选择马克笔的时候也是这样 那你至少要选择一个大红 橘红 浅红 玫瑰红 大概是这样 你必须要成色系 懂了吗 一定要成色系 你看这样的色彩才够丰富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黄颜色 黄颜色从高的 从高纯度 到高明度 到低纯度 到低明度 你看我的色彩都很丰富 这个至少得要十支以上 十支的这样的一个比 所以说我们在选色彩的时候 一定要是橙色系 你看橙色系 绿色系 黄色系 还有的是蓝色系 只不过这是用水彩画的 但是我们在选色彩的时候 一定要丰富 这样的话 你画的图才够完整 才够丰富 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我这个图 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用铜色系 还有一些 主要是用铜色系 表现的一些建筑物体块 铜建筑物体块 像这个就是我们上节课 讲的树描 其实我们是用的一个铜色系 和马克笔的这种笔触 来表现的这个圆柱体 而这个方方体 这是L型的那个体块 也是用马克笔 同时用色彩 表现它的明暗关系 明暗关系 用色彩 这个也是 剩下的局部也是这样的 我们用铜 都是用色彩进行去表现 我们现在可以先讲一下 铜色系 铜色系的建筑物 铜色系的色彩关系 比如说我们现在手里有几支笔 都是以浅色调 浅黄色为主 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用一个色彩 好 有一个色彩放在这里 我们再找一个相当更浅一点的色彩 进行衔接 稍微浅一点 然后再可以找一个更深一点的色彩 再一次进行衔接 可以看一下 从浅到深 再深 一直到更深 一直到更深 这就是一个铜色系的 铜色系的间别 你看 我们很像我们的素描 是吧 很像素描 其实素描也是铅笔素描 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单色系 单色表现的物体 统成为素描 是这样一个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用蓝色系 表现的一个色彩 这个色彩就是先从浅色的 浅蓝色 浅蓝色 有没有比它更浅的呢 我们要去找 因为我们马克笔 不可能所有的笔号都要记住 你可以买笔的时候 或者挑颜色的时候 挑成色系的 就是成一个色系 比如说我们今天手里拿的是蓝色 那你就是尽量一个蓝色系 这就是深蓝 这个蓝色明显是深 深 纯度也高 好 我们再这个 好 再进行稍微深一点 这个蓝色 纯度更高 好 明度也高一些 好 纯度高 明度也高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有没有更浅一点的 好 这你看 这个浅 纯度高 明度也高 好 纯度高 明度也高 这是一个色彩关系 我们还可以再找一下 深的 好 我这明度 是不是明度 就是明暗程度 明亮程度 是否这明度降低了呀 明度更深 明度更深 纯度降低没 纯度也降低了 因为这个更显接近于深色 正接近于深色 如果同学们还听不懂的话 我们可以拿一个色立体 蒙塞尔色立体 来进一步讲解这个色彩 其实我们画的是什么 是这样的 看到没 从下到上的 这么是一个色彩关系 由浅 由深到浅 或者由浅到深的 这么一个色彩关系 能看到吧 这个没有蓝色啊 是在背面了 这是一个色彩关系 我们仅仅画了这一步 因为我们是纵向的 是不是啊 仅仅是纵向的 但是我们没有画横向 这个是不是纵向的 其实这个也是纵向的 你看 这有浅 浅黄 到中 再深再深 浅黄 再深 你看再深 一直到深 一直它的明度 降得很低 你可以 因为这个 还不够低 是不是 我们看这个浅 应该算是高亮调 好 我们再把这个 再继续加深 能感觉到吧 逐渐加深 这个明度 就降低了 就是我们下面这个 设立体上面 从上面降低 但是一幅好画 应该是什么样 一幅好的话 应该是 都有这个色彩 既有暖色 又有冷色 但是冷色为主 还是暖色为主 那就是色调 就是我们所说的 冷色调 还是暖色调 但是我们通常会 画画怎么画呢 是色立体上的漫游 就是从 从黄颜色 画一个色彩 一直到紫色 大家可以看到没 应该一条线 应该我可以 我可以想 还不够准确 你应该怎么画呢 应该像一个月牙一样 大家能感觉到吗 我把这画更明显一些 我把这个色彩垫一下 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仔细看一下 好 应该是这样 这幅画 大家能知道 什么色调为主吗 大家想一想 什么哪一个色彩是主色调呢 哪一个色彩 是不是中间这块色彩是主色调 哎 这个不管是红色也好 黄色也好 蓝色也好 但是总之中间这个色调是主要的 是不是 你看我这个色彩 也有红色是主色调 哎 向上黄颜色作为补充 啊 黄颜色的互补色 紫色也进行补充 那我这个色彩就很稳定 大家能理解吗 这样色彩很稳定 那我这幅画 主色调有 什么色调 什么色彩 哎 红色彩啊 红颜色的色调 有没有一些补色呢 嗯 黄颜色 是吧 或者紫色啊 这样他 这样形成一个色彩 记住 我们凡是要画色彩 都要画成色立体上的漫游 就是我们 这个是红颜色 那我们要是 再画成另一个面 那就是我们这个 背面吧 好吧 我这个背面 好过来 应该是这样的 大家能想一下这个色彩是什么色彩 是不是就变成了冷色调啊 因为我们跨的跨度的这边 大家要有空间感啊 你要空间关系 你看这边就是一个蓝色调 是吧 蓝冷色调 哎这样是 你看我们画这个弧线 既有明度的变化 是不是有一个明度 从暖到深 从白到黑的这么一个明度变化 也有一个摄像的变化 同时也有纯度的变化 都在这根弧线上 所以说大家可以深刻的去理解 这个色粒体上的漫游 色粒体上的漫游 这种画图 我们能保证我们的图 图面有一个主色调 并且还是有一个什么 有补色 我们反复的强调一下 好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马克笔 其实拿马克笔画颜色 和我们这个色彩 你画的水粉水彩或者是油画 方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什么不同啊 所使用的工具不同而已 是不是 所使用的工具 我们再把这个蓝颜色 还可以倾向于蓝冷或者是蓝绿色调 还可以倾向于紫红 紫红 我们这个色彩就丰富了 稍微少一个浅绿 大家可以看一下 再找一个浅绿色 是不是 大家能感觉到我这个色彩 已经不是一个什么 单的一个同色系 而变成什么色彩丰富的一个色彩关系 这个色彩就很丰富 主色调是什么 是一个蓝 还有两边的 一个是绿色 一个浅绿 或者是这个绿色明度提高 纯度降低 加了一点紫色 因为这个色力体 能感觉到吧 是不是有倾向于紫红色呀 大家说还是蓝色 看不见了 是吧 这个红色也是一样 是这个黄颜色 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 色彩的关系 本节课主要讲解 树苗的绵暗关系 简单的形体造型 色彩分别讲解了 色彩的三要素 同色系 色调 明度调的相同与不同 注意的是 树苗是练习造型的基础 本节课讲解完了 树苗与色彩的相关知识后 我们会在下一课当中 讲解透视学当中的 一点透视与两点透视 场面 两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